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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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真好 風景 時來運轉任務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犧牲你的好朋友呢 有任何投資機會 有兩個人一起聽到的話 他一定會先下手為搶 我們發生在同一家公司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計較 得失心不會那麼重 只要我們公司有人上去就好了 但是如果製作單位眼睛是瞎的話 就會選他吧 想知道你的好友 會為了什麼事情背叛你嗎 首相在我們手上有一個叫做 背情文 什麼叫背情文呢 就是首相中間這邊好像有一個這樣 半圓形的小公主啊 叫做背情文就是他會感情背叛 或者說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話 他會背叛他的男朋友 背叛他的女朋友 哪些星座組合的好朋友 會互相掩護對方的外遇堅情呢 兩個人都蠻男性蠻Man的啦 然後就是變成用這種事情 來互相攀帶對方 對 應該是不會出外對方 對啦 應該會 應該會cover 應該要互相掩護對不對 對 我們不可能只會一個人叫 對 一起來歡迎呢 這個算是我們台灣史上 非常有名的兩位名女人 Lily以及尤月俠小學 是 好 好 好 開玩笑的 我好好地歡迎他 人家是男兒生對不對 對 白雲跟馬國畢 嗨 大家好 白雲 真的 這一陣子那個模仿秀 簡直把我們笑翻了 對啊 而且白雲 我怎麼以前都沒有發現你那麼像Lily 其實因為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還有很多觀眾問我這個問題 那回去我也跟我爸講 我的爸為什麼 其實人家說 其實我長相滿像Lily的 對 很像 對 我爸講了一句話 我爸就跟我講一句話 我們看一下那個馬國畢 我還說 你都模仿誰 尤月俠 你看 真的好俠 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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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種很活潑很開朗的 而且他的聲音也有點破破 你的聲音剛好 剛好 剛好 對不對 大家好 我是阿俠 尤月俠 很開心來到這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們現在都是 等於是同一個石頭家族的團員 而且我覺得這次經過這個 順哥的整合之後 大家變得這種 好像向心力更夠 然後要敘事待發 開始要朝各個這個 應該是說領域去出現 對不對 是的 我是OK啦 我向心力夠不夠 我就不知道 你講到什麼 你講到什麼 已經有異號了嗎 我想跳槽 對啊 沒有 你跳走 你身太子宮怎麼辦 沒有 那個是 那個是我的忠聲職制 對不對 你說我如果要去跳 假裝我跳冬水俠而已 對啊 你這麼有去 跳去哪裡 誰要我這種的 好 像你們平常就是說 你們私下常常聚在一起 會不會就是說 彼此給對方一些意見 譬如說看你的模仿 你會生氣怎麼樣 會這樣嗎 會 也不是會嗎 會像切磋這樣 對 但是我們都是鼓勵的 性質比較多 然後如果順哥的話 就是那種 職責的那種 成分 他比較像是這個 一家裡面的這個家長 對 他用職責的這樣 很有威嚴的家長 對 然後馬姐 他算是那個 輔導老師 他跟妳講說 其實妳錯在哪裡 等一下 那妳應該怎麼做 有這麼美身材 那麼好的輔導老師 三母神 你也是碰一下北京的輔導師 來 馬姐試一下 你們 好 我先來請教兩位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 這石頭家族大家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難免就是說每一個人都紅了之後 那當然有一些這個 不一樣的聲音也就會出現 那難免彼此私下其實 個別也都有小小的競爭在 譬如說雖然模仿的對象不同 但是也還是 可以表一下這樣子 那我來請教兩位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 很不錯的工作機會 要 只能你們兩個人當中 選一個 其中一個 你們會就是說 譬如說 就讓給別人 就覺得還是他來還是他來 還是就是當然不讓 就是想盡辦法 自己來爭取這個演出機會 其實我們發生在同一家公司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不會去計較 得失心不會那麼重 只要我們公司有人上去就好了 但是如果製作單位 眼睛是瞎的話 就會選他吧 對 對 講了什麼 那你之前說那45台是瞎的 是不是 你什麼態度 對 沒有啦 其實我們都會讓對方 但是主要就是 一定要很多司機 就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其實順哥的 這心理建設滿好的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進行我們這個 開院水航測驗 從這個心理測驗 可以看看 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可能犧牲掉你的好友 碰到這種狀況 你可能你的好友 跟你之間的友情就不保了 什麼樣的狀況下 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友情今天是很珍貴的 可是在有的時候 碰到狀況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忍不住 把對方推到一杯 所以我們這個心理測驗 好好進入你的潛意識 就會在你的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將犧牲你的好朋友 好 如果你在荒郊野外 突然間肚子痛 想要便便 卻發現沒有衛生紙 你會怎麼辦 一 用內褲擦掉 二 不管它不擦 三 用石頭磨襯 很痛耶 四 挑幾片樹葉 五 先用手擦掉 你會怎麼解決 老婆B 四 找幾片樹葉 對 三 用石頭磨襯 怎樣 它應該不會跳槽 石頭家族應該還會呆 你不要把石頭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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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石頭弄錯了 你知道嗎 這有點就是還是有暗喻 就是他對這個家族不滿 對 一屁股的那個便便 坐在石頭上面磨襯 對 好 用石頭來磨襯 黃老師呢 我們過去鄉下的小孩子 都是四 用樹葉樹枝來處理 黃老師 應該是四吧 也是用幾片樹葉 對 高老師 內褲 用內褲擦掉 再把內褲丟掉 對 好 我也是選擇用樹葉 而且超過之後 還有青草的味道 這樣好多喔 你想太多了吧 那還要用我有花味的那個 對啊 好 來 我們看看呢 觀眾朋友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們請高老師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 選擇第一個跟我一樣 當你肚子很痛的時候呢 沒有衛生紙 會用內褲來擦便便的話 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犧牲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遇到心儀的對象 我們這種是有異性沒人性 所以當心儀的對象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好友放兩邊 愛字放中間 這種人呢 真的交到男朋友之後 人就不見了 對 好 這類型的人會選擇內褲 其實很喜歡親密的感覺 所以這種人會跟著感覺走 所以當他的感情出來的時候呢 他會犧牲他的好朋友 暫時大家都不要聯絡 對 好 如果不管他不擦 好 大家會覺得 就直接穿起來走了 還好我們這邊都沒有人選 這個大概比較難吧 直接穿起來走很難受 對啊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的話 這個朋友的話 你千萬要特別小心 不要跳 來看一下心儀不要擦 這種人是被人追下的時候 就是他危機關頭的時候 他會比較強悍 他會答應照顧你的全家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人非常的壓壩 非常的比較自私型的 非常自我 他會覺得很多事情他都不管了 所以當危機的時候 他會犧牲他的朋友 喔 他有危機的狀況的時候 對 就把朋友擋在前面 你殺他好了 對… 那我照顧你全家 對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把你擋在前面 你要照顧他 那我先照顧你全家 就是那種回到大哥 對… 然後小弟還跟大哥講說 大哥 家裡只是我一個人而已 好 如果觀眾選第三個 跟白雲一樣 他用石頭來磨蹭磨蹭的話 你可以知道他什麼情況之下呢 會犧牲他的好朋友 大家來看一下 窮困潦倒的時候 就是他很好面子 他只敢跟好朋友借錢 就是在他這種 窮困的時候 來犧牲朋友讓他親一下 他會碰到這個經濟的狀況的時候 對… 他就是平常都OK 可是呢 因為他平常對朋友很好 那可是只有他沒有錢的時候呢 就是說 他只敢跟朋友借的時候 可以這樣 暫時呢 把這個錢給我 那以後我有精進還人 我會加倍還人 但是很少有這種機會 因為我們的… 因為他沒什麼好朋友 那個… 那個… 不是 也就是說太子宮 一般這個業務還滿頻繁的 對… 對… 但是那個… 對… 他剛剛一來我就問他說 那你太子宮這件生意怎麼樣 那是錯… 都是錯… 對… 就是一般這種… 對… 一定狀況都很好 對… 消除孽障啊 這些都有啦 對… 對… 如果選人第四個 跟用葉子的幾片樹葉呢 跟我們這邊所有的人 除了我跟白雲之外呢 我們可以知道 他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犧牲他的好朋友 來…看一下 遇到名譽 對… 沒錯 他絕對沒有辦法 而且他是知道 他的好朋友回報他的時候 沒錯 他絕對會放棄這個人 那當然啊 人家在那邊瞎說 你就絕對就是站出來 我根本就不理他了 而且我們還對這個人很好喔 對 管理是我們還對這個人很好 他要回報我們的話 我們就絕對放棄 像這類型人 他個性比較龜毛 而且他非常信任朋友 所以他都覺得說 推心置腹的朋友 在名譽上能夠 去污衊他的時候 他覺得說 他非常沒有辦法容忍 他可以… 你可以錢… 我建議錢也不還 什麼都可以原諒 可是名譽去損害我的話 他是絕對沒有辦法 再度信任這個人 好 觀眾朋友們 第五個 用手擦掉的話呢 我們看… 我們這邊也沒有人選 我覺得這個也滿恐怖的 好 如果選了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他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會犧牲他的好朋友 到商機的時候 然後他遇到不錯的商機的時候 他會心急搶對方一步 有錢賺的時候 對 他馬上忘了朋友 有任何投資機會 有兩個人一起聽到的話 他一定會先下手為搶 你們有沒有曾經被 就是好朋友出賣過的那種經驗 你會有啊 其實像剛剛那個名譽受損 那我覺得 比如說我跟白雲同時在追一個女孩子 那… 不是… 就是我自己先追一個女孩子 然後追了一陣子 然後他知道說 我在追求這個女孩子 結果他會 去跟那個女孩子 講現有的沒有 對… 然後我怎麼樣… 那我講過好了 是誰嗎 對… 他真的奔過這種事情 遇到這種事情 後來那個人還去跟那個女的 在一起 對 好 我們來請教那個黃老師 就是我們怎麼樣來看人 會因為什麼樣的事情 而背叛好朋友 好 那這邊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櫻鉤筆 所謂櫻鉤筆呢 就是這個筆梁這邊 是完全沒有肉 只有一個筆梁 然後尖端非常的尖下來 也是沒有這種準頭沒有肉 那麼這種人 我們過去來講嘛 櫻鉤筆是非常的精明能幹 但是為了這種錢財的時候 他會去犧牲別人的 所以這裡我寫著 心事惡毒 錢財背叛 我們鼻子是財博公 他尤其為了錢財 去背叛他的朋友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叫做口歪唇尖 那唇尖尖都叫下來了 那麼嘴巴通常是一種享受 是自己得到的 所以他的這種背叛 應該都是為見色忘有的 所以這叫口密復健 好 我們看第三種 第三種呢 我就用首相來看 首相在我們手上 有一個叫做背情紋 什麼叫背情紋呢 就是首相中間這邊 好像有一個這樣半圓形的 小勾住啊 叫做背情紋 就是他會感情背叛 或者說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話 他會背叛他的男朋友 背叛他的女朋友 另外一個叫反紋 反紋呢 就是智慧腺的尾巴呢 略略往回來勾回去 我們在首相 有一種所謂叫反紋呢 不一定是指智慧腺 你感情腺結婚腺 而且任何線有這種反勾的 都是代表他的感情會背叛 所以我這裡寫著 天性結詐感情背叛 所以這種特別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男女朋友之間 更要注意的 這第三種狀況 會背叛對方 是的 好 最後一種呢 是感情線特別短的 我們講感情線正常的長度 應該到達這個位置才對 但是它只有這麼短 一半就沒有了 只有這麼短的話 它這種人非常的自私 非常現實 它不管是同性異性 它在交往的過程中 只想到我的利害關係 你可以 我才可以交往 所以它這種呢 我們就自私現實 利益背叛 屬於這樣的 那他們兩個的手線都還好嗎 這是馬國畢的 馬國畢怎麼看 我都不是沒有剛才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不會背叛別人 面相也沒有 而且注意看一下 一個人忠厚 忠厚的話 他們兩個都屬於忠厚型 對 都是滿忠厚 那開玩笑 口頭上開玩笑 互相虧來虧去 這是有啦 這是應該他們兩個人的這種個性 但是你說到他們的為人 相當的 憲厚正派 是相當不錯 那麼這個 這邊的是白雲 白雲 白雲的線比較亂喔 白雲的 我這邊特別要強調一個 和這個背叛無關 可是它的智慧線 在這個地方 有些很奇怪的轉彎過來 一般都是應該 慢慢的順著過來 對 這個智慧線是要慢慢的順著過來 像馬國畢這樣 馬國畢就是這個 可是這樣差出來 個性脾氣可能壞一點而已 對 個性壞一點 快透了 我知道它這個為什麼會這樣轉彎下去 白雲這個 整個說 就是好好的一個人 然後突然間弄一個太子宮 就這樣做 不是 是不是 就說事業有轉折嗎 對 事業有轉折 但是不是和太子宮不一定有關係 對啊 就是人生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對 這個正確 你看吧 對 正確 還有我主持久了 我也在外面有擺攤子 你們搞錯 沒有錯 沒有錯 現在這樣轉彎了 就是它的中年 中年大概是一較三十多的這個時候 或者四十多都算 因為現代人的中年 會一個很大的轉折 會一個很大的轉折 因為事實上你也是 雖然是年紀滿大了才進入演藝圈 對啦 滿成熟的時候才進入演藝圈 對不對 結婚生小孩之後 對啊 因為男生在一起 私下一定會 譬如說迎面過來 雞光仔早上跟他 對啊 身材很讚 會不會就是說也是會這樣子 看到 在路上看到女孩子 也是會嘛 大家一定這樣子 對 評投論主一下 誰跟你評投論主 那你跟拉爾好不好 我看人家會說 不錯 不是 他會直接說 所以我說三千塊 喂 什麼 沒有 就是如果 請他吃一頓飯 吃一頓飯要三千塊 對 這個女孩子 他會說 這男朋友不錯 對 他會直接用價錢來衡量這女孩子 大概可以請他多少錢 少來 他裡面就是 少來 他裡面就是 你知道嗎 教導有心得了 教導有經驗 一面走過來 這個沒有五千搞得比 這兩千我還不要 對 然後變這種 女生都被貼上標籤 變成這樣子 好 那現在就要問到這個狀況 如果你們兩個 因為反正是巴哩巴哩好兄弟 也不會背叛對方 可是如果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人知道 另外一個人偷偷地開雜貌 那你們會彼此幫忙 Cover 譬如說不讓你的老婆知道 不讓你的老婆知道 對 應該是不會 不會那個出賣對方 對啦 應該會 應該會Cover 應該要互相掩護 對 我們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叫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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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要錄影相表演耶 我們說 為什麼那個女孩子 都比較少有那種 像他們男生那種 就知心的好朋友 對 因為女生都是單獨一個一個來 對 你知道嗎 女生交男朋友 不太有感受跟人家 他們沒有狼狽為主 對 男生好慣 男生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叫 因為即使她在裡面 跟那個小姐玩撲克牌 她也在 她也要 要一起 那應該是不會玩撲克牌 我這樣講出來 我女朋友跟她老婆很好耶 真的啊 她老婆又開了一家 那個SPA公司 那你們就不要去叫她老婆 那個SPA那個 沒有啦 她那邊沒有做黑的 有一次我扮莉莉 馬國畢來我說 我幫她做黑的 開玩笑 人家那個正派經營 對 好 來 我們來請教這個唐老師 哪一些星座組合的好朋友 他們會互相的掩護對方的外遇 或是對方的那種艱情 我們來看第一組是哪一個狀況 第一組就是 馬國畢是金牛座 馬國畢是金牛座 對 遇到了牡羊座的時候 我們說這兩個人呢 都是屬於事業心很強的 如果今天在利益上有衝突 我用這個來公關你 招待你 那你因為這樣 而讓我覺得很高興 所以我就答應跟你簽這一筆合約 那金牛座跟牡羊座 是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就這樣說定了 那我一定會幫你安排得好好的 真的耶 我昨天是Nono生日 Nono是牡羊座的 你們兩個就互相招待 他就帶我去那種 真的就這樣 就是兩個人都滿男性 滿Man的 然後就是變成用這種事情來 互相款待對方 對 這叫性招待 然後性招待 然後他... 講出來了沒有辦法演示 真的嗎 完蛋了好不好 所以是工作上的組合型 然後大家都覺得 偶而為之沒有關係 對 但是不可以長長 對... 身體也不行啊 你家的長長還沒辦法 對啊 長長我也不行 因為你是Nono花型 我才願意去 另外一組呢就是 水瓶座的男生跟 雙座的男生 這兩個男生呢 就是屬於少年十五二十十 都是花心風流 對 所以這種呢就是 咱們都是風流胚子 所以呢 欣欣相喜 我也算欣賞你啦 所以你有任何事情 我照你沒有問題 所以這兩個人呢 偶爾還會玩那種 譬如說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還願意辦同性戀 來幫你cover之類的 所以這兩個都是怪咖型的 我們會看第三名的組合又是誰呢 第三名的組合就是 巨蟹座跟 對 這個呢 這個組合絕對都在兩個婚後 而且呢都在事業有成之後 否則的話呢 像雙子年輕的時候也很風流啊 可是他才不需要你cover 自己很照 對他自己很照 可是他結婚以後 他又想度假 然後可是又想花呢 又想透吃 那巨蟹座呢 是小時候呢 都是中規中矩 對 長大以後開始覺得自己家庭生活 有點無聊的時候 這兩個就一拍即合了 他們是屬於那種品嘗型的 那第二名的組合又是誰呢 第二名的組合呢 就是 天蠍座的男生 跟白雲的 聖手座的男生 這是聖哥啊 真的嗎 聖哥是巨蟹 聖哥是巨蟹 這兩個湊在一起 互相cover 那絕對就是 我們一起去做壞事情 對 兩個都很了 對 兩個都很了 然後呢 做的壞事也真壞 對 然後 演示起來呢 天衣無縫 天蠍座會幫射手座想 完美無缺的理由 對 那射手座呢 會幫天蠍座傳辣妹 還有射手座會用他無辜的臉 然後一問三不知來 作為那種完美的掩護 就是我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 你看我像騙人的樣子嗎 對 對 妳不用裝啦 很像 所以這兩個如果要 互相掩護的話呢 那絕對一定是東窗事發了 人家才會發現 原來這兩個人 早就互相掩護很久了 大嫂 不要再翻譯我了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第一組 第一名的組合又是誰呢 第一名的組合就是 處女座的男生 和 天秤座的男生了 這一組就是標準的偉君子媳 我所謂偉君子型呢 就是他們在外面的形象都非常的好 對 然後講起來都是風花情願 頭頭濕的 悶燒型的 對 你知道他們如果是遇到那種 像這種 射手座的極色型啊 或天秤座的好色型 他們還不屑幫妳掩護 掩護妳呢 壞了我的形象 可是我們這一組 我們都是抽雪茄 我們都是喝小酒 對 所以這種掩護呢 是最好的 而且呢他們又是屬於那種 平常會很努力地塑造好人的形象 好男人的形象 另外一半也會非常放心 接下來我們到外面玩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都很照 那這樣看起來這個白雲的射手座 跟這個馬伯碧的金牛座 誰比較會拜託對方來掩護這種事情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沒有這個本事 這樣不講就滿事 對啊 這樣子我們要平擺一下 其實還有好幾次 對 對 還有好幾次幫我掩護 對 不要結合我們沒關係 所以有時候應該 應該滿容易就被發現 然後而且一開始 並不會求人家幫他掩護 他應該覺得自己搞得定 那金牛座的人呢 會覺得想要去解決他 而不是搞定他 因為 譬如說又怕對方愛上你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真的有在外面偷吃 那個偷吃反而很快變成你的煩惱 對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我的情形 煩惱很多了 人家說什麼40歲男孩子 就像一張嘴巴一樣 我只會講而已 但是你說真的要去做不敢做 我覺得很麻煩 通常你碰到另外一半 對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完全沒轍了 都聽他 其實我很怕我老婆跟我撒嬌 真的喔 他跟你答應一下 你就什麼都答應他 全部 因為其實他我婆婆和我女朋友 都身材長得有點像 都有點胖胖的你知道 胖胖快快的 對 然後你看到那種胖胖快快 跟你撒嬌你就覺得 很快對不對 我聽你的 就畫面很尷尬 對 因為再撒嬌我就吐了 好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 開運水上測驗 從這個測驗當中 我們來看看被另外一半 這個吃得死死的指數有多高 其實在愛情中 有時候我們正會遇到 我們自己的魔鬼克星 把我們克得死死的 可是當兩個人相愛的時候 這種被克死的感覺 其實是一種甜蜜的折磨 所以我們今天水上測驗 就測驗一下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被另外一半吃得死死的 好 如果你是男生 而且你想反串女生 來爭取金馬獎 注意喔 你想得獎 你會選擇哪一類型的角色呢 一 臥底警察 二 古裝俠女 三 現代古惑女 四 歌舞女郎 五 白痴智障 你是男生 然後你要反串女生 而且你想拿獎 你覺得哪一個會比較討好 你想辦哪一個最拿手 我選五 五 白痴智障 最好發揮 對 對 他不用裝就對了 不好演 對 不好演 可是我覺得也比較有機會得獎 對 就是評審會比較喜歡這類型 對 賺人的類 歌舞女郎 歌舞女郎 你覺得比較有的發揮 對 像最近你看 Chicago 好 古裝俠女 古裝俠女 老師很像的 老師 我自己真的很像耶 扮古裝俠女 為什麼我不可以古裝俠女 可以 我可以得獎 你是怕古裝俠女 就是要釣缸 可以啊 可以 然後要飛來飛去 然後要那個什麼什麼的 沒問題啊 完全生生愉快啊 好 好 黃老師呢 我要歌舞女郎 你也覺得歌舞女郎 美美的 所以你還可以表現另外一個才藝 我覺得你 這樣子就是 我去泰國 還看過人妖秀 對啊 有那個 星座參加的 很濕 真的有 很像來了 那種人妖秀跳出來 還跟你講今天的星座意思 對 對 其實很紅耶 不只我們台灣很紅 真的 有人模仿他了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 還在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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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座 青座專家唐老師 對 而且美舟還放 然後她的衣服收掉 還有十二星座 我勸你不要再講笑話 好 所以你選擇歌舞女郎 高老師呢 古惑女 現代古惑女 對 好 我也是選擇現代古惑女 好 我們看觀眾朋友選擇是什麼 我們請高老師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選擇 第一個 我們這邊都沒有人選 如果你選的話呢 你在那個會扮演那個臥底警察的時候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被另外一半吃得死死的 再來看一下 膚食心軟心 指數55 如果對方裝可憐呢 你會很白目被吃定 因為這類型的人其實都覺得會棒 臥底警察 其實他是滿有同情性的 而且正義感十足 對方如果表現得很柔弱的時候 他會以柔情攻擊的時候 他會想說 好吧 那就讓他吃定吧 這好像在講友台的八點檔 對 臥底警察 OK 好 如果沒有選擇 跟黃老師一樣 他覺得他是這個 這個老撈 想要搬古裝俠 俠女 不是老撈 俠女 好 他會什麼情況之下 會被另外一半吃得死死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確定八十 泡茶高手型 如果對方是泡茶技術超讚 他就會被吃定 泡香了 對 OK 就這方面對方很讚的話 我當然就拜給他 對不對 就成功在他腳下 你也會這樣 好 其實會選擇 古裝俠女的人 其實古裝的 古代時候 女孩子的性是很壓抑的 所以他會選擇 古代俠女的話 其他內心深處 就不要再壓抑了 所以碰到這種高手 他就有成福了 對 就再來一次吧 好 如果觀眾朋友覺得 我跟Amy一樣呢 是覺得 扮那個現代古惑女 覺得很猛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不會另外一半吃得死死的 哇 這個吃定之數9 被吃得最死了 對 我們這個愛到深處行 如果我們真的很愛對方 所以是甘心被吃的 也就是說 即使心裡面知道人家 明明都心裡來給他噴幾 為了愛禍出去 愛他就認了 對 會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這類型 表面好像覺得很獨立 可是我們內心有時候 會優柔寡斷 所以我們當時 愛上對方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是為了愛 然後就融入了很多事情 好 如果觀眾朋友選人 跟唐老師 跟白雲一樣 會選擇那個 人妖歌舞笑 人家本來是歌舞女郎 真的被你一選 就變第三名 怎麼差那麼多 被吃定的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四十 梅魚小蝦型 如果暫時展不到好的魚的話 可以暫時被吃定一下 好 等到有好的對象出來 他也可以馬上跳透出來 對 曲綠蝦 所以我們這種 是不太會被吃定的 對 其實你自己心裡面很清楚 很清楚 其實這類型的 很喜歡自我表現 歌舞女郎 所以他覺得工作 朋友家人都滿重要的 所以他暫時沒有好的對象的時候 這個小蝦 比如說一個禮拜才約一次 所以你要吃什麼 或看什麼電影 他會好依你 暫時被吃定 準 真的很準 好 如果觀眾朋友 喜歡跟馬國畢一樣 他覺得當白師智障 是非常好得獎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他被另外一半吃定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看一下 二十 五倍熊妖 對 他沒有吃定他就不錯 他只是懶得理會了 我很沙文主義 真的喔 真的 奇怪 金牛座的男生 這沒什麼新鮮的事情 對 但是我女朋友 沒有 而且我女朋友 還會覺得說 我對朋友很好 對 然後為什麼對他的 比較差一點 對 他有時候都會吃 為了這件 所以我們說那個星座的個性 有時候還真的就很準 對 金牛座的人就一個樣 大男人 而且不管年齡大小 對 好奇怪 好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那一句話 不管年齡大小 即使你年紀很大了 社會歷練很多了 仍然屎骨不花 對 而且這類情人 其實就有點大男人主義 他覺得說 他可以容忍對方還OK 如果對方太超過的話 他覺得 真的就沒有辦法被他吃了 對 好 你們跟你們的這個另外一半 在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彼此訂個規定 譬如說另外一半規定你 這個女孩子多的地方不要去 或是你會規定他說 裙子不要穿太短 會不會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 有這樣子的一個約定 其實不會 但是有時候你說出門的話 他要穿少一點的話 我就會罵他 會吧 不喜歡他太弱 好可憐 好煩喔 好啦 我們來請教曹老師 我們排一下星座排行榜 什麼樣星座的男生呢 會以掌控女友為樂 譬如說女生呢 包括幾點幾點 要睡覺啊 穿什麼衣服啊 都管得死死的 太陽金星都要算一下喔 因為我名這個星座呢 就是太陽金星在 金牛座的人還好 還才第五名呢 第五名 金牛座的男生是屬於 訓練另外一半型 對 就是另外一半呢 有沒有被我訓練好 對 他現在 他雖然以前不習慣幫家裡洗碗 我也沒有在家做別的 就洗碗 他現在有沒有把碗洗得很好 對點他是會一定是 掌控那個進度 所以呢 金牛座 金牛座是屬於重點掌控型 來我們來看第四名這個星座是誰呢 太陽金星在這裡的 水瓶座了 也有點大男人 對 水瓶座的人呢 是嘴巴裡說都不管 隨便你 但是呢 你的什麼他都有意見 這個時候他就撈撈刀刀了 他就會 而且呢 水瓶座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要找他的時候找不到 但他要找你的時候 一定要找到你 那這很討厭耶 對啊 我們來看第三名這個星座 第三名這個星座是太陽金星在 天秤座的人 我們都說天秤座是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可是事實上呢 他非常需要你的肯定 所以他會時時刻刻 希望能夠譬如說 問你 他為你做任何事情 你享受到他的好處之後呢 他都還會問你說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好不好 你一定要回答他 而且呢 他也要證明說 他的愛你呢 是因為就是你也的確感受到 你也要說你很愛他 所以其實他們有時候會很煩很黏 而且他希望在你身上得到一個分數 那這個時候呢 他也會希望他在你身上的愛使你改變 我們來看第二名這個星座又是誰呢 第二名這個星座呢 就是好男人的星座 巨蟹座 巨蟹座是屬於溫柔暴力型 對 溫柔暴力型 他就說這一切都是因為愛你 對 然後呢 可是也是把你管得死手 對 他也是做到無懈可擊 無話可說 他會告訴你說 你不要工作 在家裡 然後我來在外面工作 可是呢 你 他基本上他講這個話的同時 也代表說 那既然這樣你就要把家裡的事情做好 所以進入了巨蟹座的世界裡面呢 你好像是別人眼中的幸福女人 可是事實上你覺得 你被關到龍子裡去了 你再也飛不出來了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呢 就是太陽金星賽 天蟹座的人 還有什麼星座 比天蟹座的人更愛管別人 對啊 第一個 天蟹座的人 他喜歡管 喜歡說教 對 好煩喔 覺得自己很聰明 很了不起 對 第二個呢 事實上他在愛裡面 他會覺得很受苦 他覺得我這麼愛你 我因此而被你限制住 我覺得好煩喔 因為我這麼痛苦 我也要讓你也痛苦 所以他就會用讓你痛苦的方式 來測試你會不會痛苦 如果你也很痛苦的話 他就爽了 因為代表你也很愛我 像你們兩個人呢 因為都屬於這個諧星型的嘛 那譬如說你覺得 就是說自己的體型是這樣子 長相是這樣子 在走這條路 有方便跟不方便的地方嗎 有好處跟壞處嗎 像這樣子是怎麼樣 這個是怎麼樣 沒有啊 對啊 就有走諧星這樣的這條路嗎 我覺得要見到重點了 我覺得我看到很多帥哥 就是圈內也是藝人 然後他們出去 也沒什麼好下場 不是那麼出去 反正沒有我們的親和力 對 我們親和力很夠 我們走出去的群眾那邊 大家就好像好朋友 毛病 白雲耶 那種親和力很夠 反正 你們也只能這樣 剛才我們來錄影的時候 就發生這種狀況 對 因為我覺得 剛好我們諧星來講的話 我們長這樣子 就是滿莊嚴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其實大家 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可能大家時常說 警記不是很好 那剛好我們所做的節目呢 可以帶給大家歡樂的 對 所以他們會把帥哥 已經擺在一旁 你看現在偶像劇 你說收視率會很好的嗎 對 很少 越來越不好 對 那反而我們 讓你看看星星這樣 對 我們來請教黃老師 什麼樣的面相 是屬於那種小而不當 雖然他的這個臉 臉呢長得還蠻帥也蠻好的 可是其實這樣子 這個運勢似乎不是很好 那第一種呢 就是 眼珠子太小 我們看一下 通常眼珠子跟眼眶的比例 是要剛剛好 站住他的眼眶 如果跟眼眶 自己的眼眶比呢 珠子太小的話 那他自己就會有這種 長形胸弦 抱負心強的個性 就人家講個小心眼 對 也很像是這樣子 他不是只有眼睛小喔 眼睛不一定小 是珠子比較小 眼白比較多 對 那這種人很恐怖耶 對 通常比較會坐姦犯科 所以看起來就是抱負心很強 好 第二個呢 是耳珠子小 就是跟他整個耳朵來比 他的耳朵的地方 特別的 等於是沒有了 滿大 那麼這個呢 就是個性欠文 然後錢財 因為這邊耳朵是代表錢財 錢財就難聚 所以這種是本身命比較不好 但不一定會做壞事 所以我這個算好還是不好 算好 我們兩位都算好的 通常大概要五分之一以上 就算很好了 好 第三種呢 是他的拇指太小 拇指 在我們的手上來講呢 拇指是均 其他的是層 就均層均層的關係 拇指最重要 他代表毅力 代表你身體的健康 那如果說呢 你跟其他的五個指 其他四個指來比呢 太小了 甚至跟 比十指都還要小 那就代表你呢 小時候的 這個體弱多病之外呢 毅力不足 少學少成 或者他小時候 古書應該不會讀得很好 因為本身的體力 專心各方面都有關係 好 最後一種是哪一種小而不好呢 就是頸子 太細小了 這是比較 雞脖子 對 因為我們的頭有十公斤重 然後呢 你就應該要撐著這個頸子 老師這個二十顆 二十公斤 雞脖子也要粗啊 對 脖子很粗耶 粗好的 基本上男人要粗一點好的 撐得起來嘛 那這種就 氣量窄小 難有成就 就是太小 這個也不好的 就是以上就是 比較典型的 小而不當的長相 來 像你們走這個演藝圈這條路 當然呢 常常就是起起落落 來 如果說 碰到這個低潮的時候 事業走到低潮的時候 通常都給自己什麼樣的期許 高速時期不能亂 不能慌 但是其實 其實因為我們這一陣子 也剛好也有感受到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剛好從一個 從別的公司出來 然後自己開 然後這一段時間 其實滿不穩定的 那大家都調整得還滿好的 就是說 不能把自己的腳步亂掉 我在低潮的時候是不是 我就想我高潮的時候 對 就這樣子來鼓勵自己 對 對 對 好 我們來繼續我們的測肢DIY 看看呢 你最近 會不會遇到你的工作的低潮期 因為任何一個人工作 說實話都會遇到高低起伏的時候 沒錯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刺激 所以刺激一來 低潮又過掉 又能夠得到高潮 我們就用需要刺激這四個字 來 我們選一選 請你選一個字 看你最近的工作 是不是會遇到低潮 來 白雲 雞 雞 馬國畢 刺 刺 我選虛 方老師選虛 郭老師 雞 也是選雞 好 我選大家都沒選的 要 好 我們首先看一下 選虛的 選虛的是唐老師 那唐老師呢 我們看虛上面是一個 下面是一個很耐磨 很耐 的開始 這個語也可以說是正的開始 也就是說它目前的工作需要耐雨耐震 需要操勞 要去拚 所以它這個低潮期就可以度過的意思 下雨打雷就OK這樣子 不是 它能夠度過 它能夠忍耐 所以也就是說它的結論是 耐雨耐震 不斷的操勞的話 它就可以度過這個低潮期 有低潮就對了 低潮我剛剛講過 每個人都會有 但這是可以度過這樣子 它就如果很刻苦的話就可以度過了 就沒有問題 好 其實是耐 是Amy 我原來希望這個耐是他們兩位選的 結果他們兩位不選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個耐上面就是 負的開始 就是它要顛覆傳統 不要照原來的方法 我們講帥哥帥女是我們一般的形象 它是顛覆那個形象 這樣才有辦法去度過這種低潮 同時呢 又是要女紅妝的妝 下面的女是女紅妝的妝 然後呢 要加個肉質布 變成要扭腰 就是希望能夠顛覆傳統 去做變妝方面的 模仿方面的話呢 它就可以度過這個低潮期 好 變成是顛覆傳統粉妝扭腰 才度過這個低潮期 那我是怎樣 出唱片吧 對 你要去做歌舞女郎 對啊 所以我就來個芝加哥這樣 對 那我沒有低潮期啊 就沒關係了嘛 是 但是有低潮期會度過 就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度過 對 是 好 下面是選刺的 刺的是 馬國畢選刺 刺的話很抱歉 這個呢上面呢 是荊棘的棘 棘就是一個有刺的植物嘛 對 就擋在你的前面 不斷這個荊棘的棘 而且還有一個刀子 也在你的前面 這個刀子不能把那荊棘給砍掉嗎 砍掉 基本上當然有 但是你會滿手的受傷 因為都是刺嘛 然後這個刺也好 這個是刀子也好 就 橫列在你的前面 好 好像有利啦 事實上呢 就不利的現象就出現了 極離橫列 形式不利 也就是說這個 會遇到低潮期 但是一陣子而已 但是會有貴人 兩三個月就過去了 加油 OK 好 在下面是雞 注意看這隻雞 它其實是兩個字構成的 三點水加白是一個破 破 然後放 破 放 所以它就是變成是 它的個性很 漂泊 淡婆 不在乎啦 無所謂啦 給老闆罵也沒有關係 對 好準喔 那要他好好 然後放一次 然後也是放陣 所以這種呢 遇到低潮期的可能性就很大 老闆催他 他不理啦 他也不激起就對了 不管啦 做事情沒有什麼關係的啦 淡薄 虔誠 放陣不理 還好有一個很能幹的老婆 對 也就是說選到這個 也是會遇到 所謂最近的工作的低潮 好啦 我們說那個人生難免呢 就是說有低潮 也一定是有高潮 都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呢其實我們就是在這個 你的也許工作 或是你的這個事業 面臨低潮的時候 多多的充實自己 期待下一個高峰 對 在一躍而上這樣子 好 來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大位老師 謝謝 謝謝你的收看 拜拜